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谢多谢KK、Alan、Derek 以及各位运收准备出格的同事 其实一说起工地方面 我相信你们经验给我很多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香港还在整个社会 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 That is why 你就在这 讲解工地安全 其实今年我觉得比较差 特别是现在我们都是去到拜年团 那当然已经收了单 如果我们跟三个月来 第一季会有三单 第二季有四单 第三季其实都有四单 大家记住 第三季是由7月1日开始 而最近有几单 是在启德里 所以我们 当我说Derek 一讲解的时候 我们就大力支持CIC 去我们的三年第一 这个Life Safety 我们觉得这样的活动 我很值得支持 但是我们支持你们 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要把讯息 擠到进去 建造每一个人 特别是前线 因为每一个人 他在建筑里面 他都有个角色 一个业主 或者一个政府 他就要 他在这个合约里面 他提供到 和一个 特别在政府 他要在那个法律法规 那里有一定的要求 在合约里面 亦都是要求 那个 淑子商 和淑子商 他那个工作 他就是要阻挡安全 因为顾问公司 他要在他的设计里面 就已经是要 我们的embed 要包含了 一个Safe的业组 因为事实上 有很多环节 如果我们能够 在那个设计那里 能够等多些工工 等多些心思 在成建商和淑子商 都不会变得 潜传的事 就是少了 成建商 无论是主城建商 或者是分招室 他们也有个责任 我们要有足够的 PPE 给前市的同事 但也要 所谓确保 前市工人 他是一个安全的环境 去工作 作为最前市的环境 作为最前市环境 他也有个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地团里面 很多工序 是一环 只不过是 如果这一环的工作 做得不好 可能会令到下一环的同事 他会在肯定的情况 所以我们 无论是业主 政府 是顾问工程师 成建商 或是前市工人 我们是要 齐心协力 令到我们 连着一个 安全的环境 给大家的工作 我明白 特别是今年1月 疫情发生以来 其实大家在工地上 工作是比较 比较麻烦 以及比较加削 问题也说过是连续 应该是7月有市内 最热的一个月 这个疫情 和一个高温的环境 我们的工作更加有观战性 但我相信 我们要 幻众陈修 同身协力 去联接这个挑战 我希望大家 在这方面 自然而来 基础 生命第一 多谢各位